以环游世界玩数学为情境主题 在生活当中感受数学 环丽县政府教育处即日起到8号 在一昌国中办理数学拖拉库 动手做的数学巡回展 带来定点展览以及互动机台体验 要颠覆传统数学教学和学习方式 而10号起也将会前往玉璃国中 让更多的家长和小朋友 体验学数学也可以轻松有趣 从宗教的穿花 台湾101的高度等 在生活中发现数学的普及应用 华丽县府以定点巡回展模式 即日起分别于北区南区两区 办理素养导向 数学拖拉库 动手做的数学巡回展 2日在一昌国小开幕起跑 现场提供世界各国打卡墙 数字静态展 还有多种互动体验机台 让参与师生及民众动手操作 让学数学可以有趣又轻松 目前我们设置四个 这个巡回展的四个基台 总共有分个四大主题 有四个数学的几何 跟数量关系 跟统计数据 还有另外一个是 数语量的一个主题部分 让孩子去做体验 那也很感谢我们师大的电机系教授 赖以卉教授 跟数感实验室创办人赖以卉教授的一个协助 那让我们花莲孩子能够有机会享受到跟台北的孩子一样 同样的一个互动的体验 那也是我们花莲台湾首创第一个进入到校园 让孩子去做体验的一个数学学习活动 那最主要是要让克服孩子们 因为我们有做过数据调查 其实我们花莲的孩子在于数学学习的成就上面其实是很高的 那虽然我们孩子很怕说又要学数学了 可是其实我们孩子在做我们的心理测验的时候 会发现他对于数学学期 他抱持的很高的一个学习心态 也就是所谓的成长性思维 那我们也希望说孩子能够透过这样的感受 让他知道说生活中数学不是只有坐在教室里面去做学习的 他也是在生活中去做体验 那也就是符应我们108新课纲的数学的素养 所以我们希望这样子的活动 让孩子跟老师们一起来感受这样子数学的威力 有行政院科技部指导 县府教育处科发中心与台师大共同承办的数学拖拉库 动手做的数学巡回展 呼应新科纲精神 落实素养导向的教学与学习 北南两区各停留7日 北区集一起至8日在宜昌国小 南区3月10日至16日在玉璃国中 欢迎学校老师带学生或者家长带小朋友一起来体验 完成闯关护照 还可以领取数学穿花手做体验包 记者长帮晏子按照报导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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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